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一件大事或许正在发生 曾经大名鼎鼎的中国猎狐计划负责人刘清国 缺席了去年年底的六中全会 又缺席了刚刚结束的中纪委会议 习近平或许又打下一个中纪委的副书记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关注刘清国 北京时间1月18日 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中共第19届中纪委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坚持言得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在1月18号的讲话 释放了反腐的新信号 其中提到修正错误 勇于刀刃向内 挂骨疗毒 但更重要的是 中共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 刘清国缺席了这个中纪委会议 这位没有露面 引人关注 查阅官网新闻 刘清国在六中全会后 有被报道露面 在2021年11月17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 在11月15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传达学习党的第19届六中全会精神 杨小杜主持会议并讲话 刘清国传达全会精神 回看过往新闻 会发现 刘清国同样缺席了 2021年11月的六中全会 刘清国和刘月经 一样都是梦建柱偏爱的人 而央视最近五集联播的反腐 专题片林荣任 其中关于孙立军的内容 就差直接点出梦建柱 也是孙立军集团重要的一环了 以国家监察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正部级来看 1955年出生的刘清国 已经67岁 属于超级服役 而1955年出生的傅政华 在65岁时 于2020年5月卸任的司法部长 倒是1957年出生的高检 第一副检察长 正部级邱学强和傅政华 同时退下来并安排到全国政协任职 属于提前退役 和赵乐基一样 邱学强也是从青海基层做起来的 但这次刘清国多次缺席重要会议 令人生疑 刘清国和刘月经 还都上过央视的感动中国节目 查看央视2011年2月的新闻 称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 纪委书记 监察长刘清国当选了 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 刘清国也成为该评选活动 举办十多年以来 首位入选的党政机关 在职副部级领导干部 当时的报道还称 刘清国两袖清风 一身正气 刚正不阿 他经手审批过近20万农转费指标 可自己的亲属却无一跳出农门 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 但从不提前打招呼 吃饭除了在机关食堂 就是在路边小店 他从不接受各种宴请 从不接受任何礼物 哪怕是一瓶酒一盒茶叶 在华尔街交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刘清国出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 昌离县怀里庄乡小港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在家里的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二 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回村务农 并担任民兵连副连长 在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 历任村党委支部书记 公社党委副书记 书记在1983年9月获得推荐进入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进修 在两年学习结束之后 回到昌离县任刘台庄公委副书记 并由此步入视图 在几年前 南华早报曾有文章分析称 2013年习近平成为中国主席之后 公安系统的上层大多数都是党内退休大佬的亲信 这些党内大佬包括曾经做过公安部长 然后演如中共政法委系统的太上皇 长达十年之久 南华早报的分析还指出 当时的公安部长郭升坤 被视为前中国副主席曾庆红的亲信 其他副部长也包括杨焕宁 李东升 刘金国 孟宏伟 张兴峰 蔡安记 和陈志敏 以及黄明 这其中第一个倒台的副部长 李东升是周永康的亲信 而在习近平推动的反腐运动中 被指控多项严重贪污罪名 在中纪委的调查之后 李东升因严重危机 而在2013年被判入狱15年 而周永康在2015年5月 因受贿读职 及泄露国家机密 而被判终身监禁 此后数年来 公安部的副部长大多都已离开 原来的衙门 有的得到升迁 有的加入其他党或政府部门 有些则提早退休或降职 而接任李东升成为最资深 副部长的杨焕宁 后来因为危机而被贬折 但一直未被当局起诉 刘金国则转调中纪委副主任 而黄明则调升 掌管新成立的国家应急管理部 而部长郭升坤则一路干到任满 方才退下岗位 并且晋升中共政治局委员 处长中央政法委 而刘金国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身份 则是他挂帅中国猎狐缉拿队 在2014年10月底 香港明报报道 自中国公安部部署猎狐行动 百日以来 行动组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 击部劝返再逃 经济犯罪 嫌疑人180名 其中击部104名 劝返76名 无疑失守 当时人民日报还撰文 对这个中国首支海外鸡探队 进行了揭秘 曝光了这支 中国警察部队 能够如此高效精准 进行隐秘行动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2014年10月30日 在公安机关猎狐 2014击部专项行动 百日之时 新任中纪委副书记 也是这项专项行动的 直接指导 刘金国认为 专项行动有效 侧应了中共中央反腐的大局 刘金国说 该行动取得阶段性 重大战果实现了 在非洲 南美洲 南太平洋和西游等地的新突破 在2014年10月29日 中国公安部部署开展的猎狐 2014击部再逃 境外经济犯罪 嫌疑人专项行动 已满百日 战果丰硕 而负责这个工作的 中国公安部猎狐 2014行动组 则是一支颇为神秘的队伍 他们仅遵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原则 不把自己藏于深山老林 却让自己出现于 高楼林立的北京金融街 就是在那条 汇聚了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等 中国最高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 各家商业银行 信托公司 保险公司 也都以再次拥有办公场所 为荣的繁华街道上 猎狐行动组 藏在其中的一栋高层建筑中 他们仿佛一群精明的猎人 时刻紧盯着 纸醉精明的狐狸们 而为了应对高智商 高学历的经济犯罪人群 具体负责行动的中国竞争局 专门从全国各地抽调追逃精英 到行动组工作 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 人员素质却相当高 有经济学博士 法律硕士 还有英国留学的海归 而这样的优质队伍 自然也经受着更多考验 由于他们的狐狸是满世界逃窜 行动组的猎手 也要因此做好全球征战的行动 在此前 轰动一时的美女高管陈姨 涉及销售虚假受险产品 从而获取巨额的客户资金的追捕过程中 追逃队为了赶上最近的航班 而不得不再来不及办理行李 脱印的情况下 将大件行李扔在机场 而其中一名队员上机后才发现 自己穿的还是一件运动短裤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在2014年10月30日的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 发起大力打击 贪污腐败的运动 但是由于追捕外逃贪官 以及脏捆方面遇到困难 为中国的反腐运动设置障碍 这条新闻多少道出了 当下中国贪腐情况的一个现实问题 即贪官 以及其他的重大商业犯罪者 并不都是躲在中国国内 不少贪腐分子早已狡兔三姑 做好了万一事情败露 就逃之遥遥的准备 典型的情况就是 贪腐官员将他们的配偶和孩子 送到其他国家 利用他们来向海外转移资产 而这些名下没有任何资产的裸官 一旦发现风吹草动 就能够逃到国外与家人会合 外逃贪官涉及的资金数额巨大 根据统计 从2002至2011年间 从中国非法流出的赃款数额 高达1.08万亿美元 而就澳大利亚而言 其和中国在澳洲追查的贪腐资产 就高达上亿澳元 残酷的现实需要中国不断关注 跨国的反腐侦查与追捕行动 猎狐行动组就是针对这样的目标 采取行动 而报道还称 中共中央将如此一元经济反腐大将 排到中纪委作证 带去一支如此精锐的反腐侦查队伍 对中纪委来说可谓是如虎添翼 曾经中国贪官及不法商人外逃后 经常让中国方面显得束手无策 这样的情况甚至发生在别国警方 已经将他们捉拿的情况下 然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方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也在上升 国际反腐合作的局面正在逐渐乐观 中国还利用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平台 开展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而截止到2014年的7月底 中国已于51个国家签订 还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 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在2014年10月底 澳洲报道说 澳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引渡逃到澳洲的 中国贪腐官员 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 作为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中 最热衷的三大躲避制裁目的地之一 澳大利亚恐怕不再会是这些人 幸福且安全的港湾 中国的官媒表示 曾经许多西方国家迟迟不肯 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 原因在于他们不信任中国的法制状况 而随着中国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也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 反腐将不单单在中国国内 开展的有声有色 更能让台湾官们都插尺难逃 而在那几年的猎狐行动中 作为直接的总指挥 刘金国肯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